为什么要听这本书了解减肥的误区 天气可是越来越暖和喽 再瞅瞅肚子上的游泳圈 哎还真是忧伤啊 肉饮肉馅藏都藏不住 这个时候要是不减肥 再过一两个月 T恤短裤一穿 那人瘦啊 他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胖子那可是穿啥会啥哟 谁不想减肥啊 这道理啊都懂 但是呢很多人说 要减肥那就得节食 哪怕是运动减肥 那也得配合节食 你不节食就想减掉体重 那可是做梦了 可是问题是 网上的各种节食办法 我都试过了 什么阿特钦斯饮食法 什么地中含饮食法 还有近几年特别流行的 原始人饮食法 我看这通通都不管用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 每隔一段时间 我们呢就会被新的流行起来的 节食方法狂轰乱炸 有专家说 嗯要节肥 那你得该吃素 还有的专家说呢 哎你不用运动 只要每天掐着手指头 严格计算每一个卡路里 那就行了 但是呢我最后发现哈 其实啊 这些流行的节食方法 效果并没有他们吹的那么好 我猜你一定是跟我一样 超级想知道 如果这节食不行 运动不行 那到底该怎么样才能够健康 又有效的减掉体重呢 哎最近呢就有一本国外的新书 是让我大受启发 这书里说啊 其实比起风靡一时的减肥法 另外一个办法 其实更加有效 那就是先要明白 咱这体重到底是怎么回事 弄明白咱们的身体和大脑 平时是如何在调节我们的体重 只有知道了这些知识 咱们才能够突破节食和减肥的误区 让自己真正过上更加健康的生活 那么今天呢我就把这本书 也带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2016年6月上市的国外新书 中文的名字呢叫做 为什么节食会让我们变胖 咱们来看看为什么这减肥 它就那么难 怎么样做才能够养成健康饮食的好习惯呢 相信听完这本书啊 你至少会明白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演化让长胖比减肥更加容易呢 第二 为什么说意志力对减肥没有太大的用处 第三 为什么锻炼有一天可能会救了你的命呢 为什么减肥之后会反弹 因为大脑以为你饿肚子了 假如一个体重50公斤的女生减掉了15公斤 那么大多数人都会说 哎哟太瘦了 你再这样下去肯定会营养不良呢 但是如果一个体重100公斤的女生减掉15公斤的话 许多人都会恭喜她 甩肉成功了 你看吧 我们的社会对胖子和瘦子的区别就是这样大 不过呢我们的大脑就公平的多了 都是一视同仁 不管你是原来是胖还是瘦 一下子减掉这么多体重 身体就会认为你在饿肚子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人体呢经过上万年的演化 已经形成了很严格的体重调节机制了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体重上下浮动不会超过几公斤 那么在这个范围之内想通过改变饮食还有运动来减肥 那都是比较容易的 不过呢体重的浮动范围它也会改变 而且呢这个范围增大要比缩小可要容易的多了 有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些女明星 这身体就跟吹气球似的忽胖忽瘦 这个就是体重浮动的范围比较大 所以说呢减肥是可以的 但是体重啊一旦掉出了允许的浮动范围 瘦得太厉害了 那么你的身体就会想尽办法把你的体重再拉回去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的大脑里呢有一个非常高效的能量平衡系统 它会让身体卡路里的摄入和消耗基本的保持一致 从而呢把这个体重控制在稳定范围之内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 既然咱们每个人的身体自带这样的平衡系统 不应该是咱们怎么吃它都长不胖吗 那为啥有些漂亮姑娘会从高中时候的八十斤 一路飙升到大学的一百一十斤呢 这个你可千万别怪你身体里的平衡系统不靠谱了 说到底还是这个能量平衡系统 很容易被身体的奖赏系统所干扰 当你做出一些有利于生存的行为的时候 比如说你吃了一个大大的牛肉汉堡 那么身体呢就会给这个大脑发送多巴胺 让这种神经地质会带来一种愉悦感 让你的感觉非常的好 那么对于我们的狩猎采集祖先来说 这个奖赏系统是非常有好处的 比如说有人突然发现了一大片蜂巢 或者是打到了一只大野猪 那么他的身体奖赏系统就会驱使人猛吃 那这个当然不难理解了 因为那个时候的食物来源是不稳定的 鸡一顿饱一顿呢都是常有的事 吃完这一顿 这下一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吃得上 所以呢 有些东西就要尽量的多吃 也就是说呢 在过去人类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年代 身体的奖赏制度是大大有好处的 只是呢 情况到了现代 它就变了 所以在今天这个系统对于我们来说 是必大于利的 你看哈 吃饱喝足的在这个地球的绝大多数的地方 那都不是一个问题了 特别是在这个城市里面 各种高脂肪高糖分的一些食物随处可见 比如说薯条啊 披萨啊 汉堡啊 炸鸡等等 如果咱们不用心控制的话 那可很容易就吃多了 所以这个身体的奖赏系统呢 也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哎 你越吃 他就越开心 越开心呢 就越想吃 那么这个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那就是吃东西不节制 更糟糕的是 可能还会对食物上瘾呢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越爱甜食越胖 越胖越爱甜食呢 那就是这个道理 靠意志力就能吃得健康 你想多了 面对各种美食 可能有人觉得说 我只要意志力够强大 我就能够控制住身体的奖赏系统 不受诱惑 是的 很多人都这样认为 节食呢一定要有铁打的意志 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 现实啊 并非如此 对于短期和中期的目标来说 这个意志力还是比较有用的 但是如果对于长期目标 那就没有多大效果了 那么什么才是短期目标呢 其实呢 这个短期目标可以是几个小时 几天又或者是几个月 涉及的任务呢 可能是做一道复杂的菜 或者是呢完成一项工作 而这个长期的目标啊 它长达几年的时间 其间呢 会有不断的重复的行为 我们大家都知道哈 节食减肥打的那可是持久战呢 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人的意志力都会慢慢的消磨掉 总有一天会坚持不下去的 说白了 这个意志力呢 就像一种有限的资源 需要用到意志力的地方 又有很多 那根本就不够分 再一个呢 要是一下子把这个意志力用光了 还需要时间充电 才能够恢复 比如说 你下定决心 要把自己拖到健身房去锻炼 那么这个就用掉了一部分的意志力 那么等你回家之后呢 看看这个冰箱里面剩下的巧克力蛋糕 直流口水 抵抗诱惑的意志力 那可就没有那么强了 结果你辛辛苦苦去锻炼 一吃就回到了解放前呢 而且呢 对于不同的活动 意志力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不少研究都发现啊 意志力在吃这件事上 那是最不管用的 相反呢 意志力对于调节自动行为 却非常的有效果 换句话说就是 养成习惯 实际上的培养好的饮食习惯 比你用什么结实法都管用 这个呢 我后面再和大家详细的来说 体重歧视和不真实的身体形象会带来严重的健康后果 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人议论过体重哈 有一次我是穿了一条新的裙子 然后呢 我妈站在一边瞅了瞅 悠悠的说了一句 你要是再瘦点穿 那就更好看了 不过呢 我后来听闺蜜讲她的亲身经历 那才厉害 春节的时候呢 她在家里面吃饭 吃了一碗又去盛一碗 突然呢 她妈妈是刷的冲了过来 一把按住了饭勺 说你不要再吃了 看看你胖的啊 婚纱都穿不进去了 哎 不过说真的哈 如果有人旁敲侧击的说 你该减肥了 这实际上呢 也是体重歧视的表现 也叫做肥胖羞辱啊 但是呢 这个肥胖羞辱可不是什么好事 不仅不会鼓励咱们减肥 更多的时候呢 反而会让人长得更胖 继续你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你想哈 别人说你胖 心里肯定不痛快 搞不好呢 还非常的郁闷 窝火沮丧 那么科学家就发现了 情绪不好的人 更有可能暴饮暴食 而且呢 也更加不爱运动 那破罐子破摔 我胖就胖吧 所以呢 千万别以为 你提醒你的亲友 你太胖了 是为了他好 面对肥胖羞辱 儿童和青少年 是尤其容易受到影响的 有一项调查 跟踪了2500名的美国女生 结果发现呢 如果体重被人指指点点过 那么他们在接下来的 五年的时间 长胖的几率会翻一倍 这人胖被人嫌弃还不止 媒体上的到处都是 细腰长腿的美女 还有六块腹肌的帅哥 这种不真实的身体形象 还会带来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咱们就拿斐济来说 也就是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 在上个世纪70年代 斐济呢 基本没有女性 患有眼识功能失调 那个时候呢 人们认为 丰满的女人更加的好看 但是到了1995年 这个斐济有了卫星电视 这里的人们呢 开始慢慢的接触到了 外国的广告 还有电视节目 这个时候 一些研究人员觉得 西方的审美标准 会给斐济的年轻女性 造成影响 于是呢 在1995年 他们在南德龙省 找来了一组17岁的女孩子 在1998年 他们又研究了 另外一组17岁的女孩子 结果发现 时隔三年 这两组女生的平均体重 基本上没有变化 但是他们对食物和身体的看法 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 患有饮食功能失调 比如说厌食症 或者暴食症的女生 从原来的13% 猛增到了29% 现代西方文化中的 以瘦为美的思想 也是压到了传统的身体形象 有74%的斐济女孩觉得 自己太胖了 长胖很大程度上受遗传影响 大家都知道 这长胖容易减肥难 可是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这事要怪就怪咱们人类 几十万年前的老祖先吧 早期的人类 演化出了挨饿的身体技能 所以呢 我们的身体更加善于储存脂肪 而不是减肥 在人体20万年左右的演化历程当中 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 大多数人才开始不愁吃喝 在那之前呢 人类主要是靠狩猎采集为生 既要找食物 又要打野兽 很少有机会能够吃上饱饭 既然随时都有可能挨饿 也就意味着越能维持体重的人 才越有可能活下来 对于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 能够维持体重的基因被保留 而有利于减肥的基因就被慢慢淘汰了 除了人类共有的演化原因之外 每个人的不同基因组成 也是决定体重的重要因素 上学那会儿呢 同学里总有人是怎么吃他都不长肉 但有的人呢 喝白开水都能长胖 别说是不同的人了 就连亲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 表达的微小差异 都会导致长胖程度的大不相同 咱们举个例子来说 加拿大拉瓦大学遗传学家 克劳德布沙尔和安杰洛特伦布莱 进行了一项研究 让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 每天呢 多摄入1000卡路里 持续三个月 咱们来看看结果哈 异卵双胞胎体重增加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差异是从4公斤到13公斤不等 而同卵双胞胎呢 增加的体重是一模一样 同卵双胞胎长胖都布调一致 那么减肥呢 在另外一项实验中呢 研究人员让同卵双胞胎 每天多消耗1000卡路里 持续三个月 让人惊讶的是 同卵双胞胎减肥的程度 比增肥更加一致 再一次是体现出了 遗传对体重的强大控制力 所以说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容不容易长胖 可以花钱去做一个基因测试 或者更简单 明年咱们春节回家 家人团聚的时候 看看七大姑八大姨的身材 那就很有可能是你未来发展的方向了 把注意力放在食物上 会让你吃得更少 享受更多 听到这儿 大家应该知道了 原来这天生注定减肥是不容易的 那总得有办法吧 其实想要吃得健康 什么减肥大师 健康达人推进的办法 那都不好使 最好的办法就是听从自己的内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正念这个词 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 关注当下 应用在吃东西这件事上 正念意味着要充分的认识到 你吃什么 怎么吃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 用心吃 正念饮食呢 不依赖外部的刺激 比如说路过便利店 不是因为咱们闻到了鱼蛋的香味 就忍不住去吃一碗 而是我们要倾听身体内部的饥饿信号 帮助自己适当的进食 可以选择的食物那么多 那怎么知道什么该吃 什么不该吃呢 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能量平衡系统吗 这个时候可就要靠他的信号了 要知道啊 这个身体系统自从有人类以来 他就已经存在了 我们可以对他百分之百的信任 而且呢 他比什么阿特金斯饮食法 什么麦阿密饮食法都要靠谱 那具体怎么样才能够做到用心吃呢 下面我就来给大家介绍几个小技巧 帮助你更加健康有效的减肥 首先不要太饿 假如你把自己饿的是头昏眼花才吃饭 往往会吃得更快更多 哪还顾得上咱们身体发出的饱足信号呢 往往你会情不自禁的 哎 我先吃爽了再说 所以呢 长此以往这裤腰带呀 就只会越来越紧 第二呢 咱们要细嚼慢咽 集中精力的去品尝嘴里的食物 而不是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想着下一口 我要吃什么 咀嚼的时候呢 还可以把手里的餐具暂时放下 放慢吃东西的速度 最后呢 就是要一心一意了 吃饭的时候呢 不要看剧 不要聊天 不要玩手机 要把全部的注意力 放在你面前的食物上 用心去享受 瘦就代表健康 其实没多大关系 大家有没有发现 只要一开始节食和运动 就会觉得自己过上了 更加健康 更加有品质的生活呢 尤其是咱们看到 体重秤秤的数字变少了 那可别提有多开心了 所以呢 我们往往会把瘦和健康 画上等号 殊不知啊 减肥其实只是一个 暂时的副作用 锻炼才是真正 让你感觉良好的原因 要看一个人健康不健康 锻炼是比体重 更好的评判指标了 道理其实很简单 不论你体重多少 经常运动的人呢 总会更加的健康 无数的研究已经证明 在预测早逝的时候 运动水平远比肥胖程度 更能够说明问题 第一个研究体重和锻炼 谁更重要的研究 是在1949年的伦敦 英国医生杰瑞米莫里斯 收到了3.1万名男性 公交车司机和售票员的数据 为什么要选这两群人呢 因为他们的工作环境 都是在公交车上 但是呢 司机每天坐在驾驶位上 开车活动量很少 而售票员就不一样了 他们在双层巴士上检票 每天呢 要爬大概500个台阶 那么司机和售票员 到底谁更健康呢 结果就发现 售票员心脏病发作的几率 比司机低了30% 而且就算真的犯了心脏病 也没有那么容易 有生命危险 莫里斯注意到 售票员都比较瘦 可是呢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即使体重最高的售票员 也比整天坐着不动的司机 更加不容易犯心脏病 所以说呢 瘦啊 不一定就代表身体健康 对于老年人来说 尤其如此 人一旦是过了60岁 太瘦比太胖 还更加危险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老年人呢 更加容易患上 严重的疾病 那么久病不遇 身体免不了会消瘦 而一定的脂肪呢 可以作为缓冲 让身体撑下去 所以为了健康 应该更加的关注锻炼 而不是减肥 我们之前说过的 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 往往比任何节食方法 都有用 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 咱们接着往下听 健康生活 还得靠借了坏习惯 培养好习惯 俗话说习惯成自然 当然了 习惯的也分好分坏 比如说过马路前左右看 那是好习惯 而一有压力就吃零食 可就没那么好了 在我们的日常行为当中 一半以上都是自动的习惯 比如说早晚刷牙 便后洗手等等 做一件事情的次数越多 那你就是越来越难停下来 所以说呢 与其消耗意志力 倒不如通过培养良好的习惯 来过上健康的生活 这样你就可以把有限的意志力 用到更加需要的地方 那么养成一个习惯 需要多久呢 不少人都说是21天 其实这个是算快的了 实际上养成习惯的时间 各不相同 但是平均来说 一种行为大约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才会变得根深蒂固 你可能会发愁了 有的时候我也想养成良好的习惯 但是呢 坚持不了多久 又会回到老路上了 这个该怎么办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参考下面几个步骤 首先目标要实事求是 如果要是好高骛远的话 把目标定得太高 到头来 如果达不到 那么只会让自己失望 比如说你想锻炼 那么咱别一下子 要求自己每周跑五次 这样呢 可能一个星期都坚持不下来 而是要循序渐进 从每周快走三次开始 第二呢 习惯要始终如一 比如说你想坚持跳绳 每天十分钟 那么有一天呢 你可能加班很晚才回来 累得倒头就睡 中间隔一天可能没有什么 但是如果每天都找借口 连续一个星期没跳 估计这个习惯就会被打破了 你就又要回到沙发上 开始吃薯片了 第三呢 要记住 用好习惯代替坏习惯 比借掉换习惯更加容易 比如你爱吃零食 以前吃的呢 那都是薯片糖果 如果想改掉这个习惯 咱们不能硬生生的把零食借掉 因为总有一天 你会忍不住诱惑而破戒 那我们呢 倒不如把零食换成新鲜的水果 或者是坚果之类 更加健康的食物 总之 不管是什么五花八门的 结石减肥法 都比不上我们的身体调节机制强大 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倾听身体的饥饿信号 用心饮食 再加上经常运动 那一定会达到健康的生活目标的 一定要提醒自己 健康的身体比体重称上的数字更加重要 不要盲目的追求瘦哦 那么在这儿呢 还有一个有用的诀窍 那就是每次只挑一个方面排养好的习惯 别一下子又调整饮食 然后又改变锻炼计划 又减少看电视的时间 你的意志力可能一下子就吃不消了 干脆彻底放弃了 有针对性 加上有耐心 好的习惯的养成不是问题 好了 那么今天的这本 为什么结石会让我们变胖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你对结石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别忘了给我留言哦 路上读书APP 你的音频图书馆 我是悠悠 我们下次再见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